一代歌后凤飞飞的远落让凤鸣们相当感伤 为了让不舍的歌迷有一个可以追忆的机会和空间 台湾县政府特别选择具有77年历史的大溪镇武德殿 举办掌声响起向凤飞飞致敬活动 现场展示帽子歌后十年来公开演出的秀服照片 让歌迷们可以永远怀念巨星风采 眼泪 歌声 护舍 大批媒体与凤鸣 一起在凤飞飞的故乡 桃园 怀念这位台湾的一代歌后 许多凤迷在谈到凤飞飞点滴时 不禁红了眼眶 有的人还更用看板为帽子歌后凤飞飞致上最高的经历 那一天看到新闻的时候 就是晴天霹雳就非常难过 那所以知道说有这个消息 就是希望说可以来这边看一下他以前的秀服啊 他的照片这样子 怀念他这样 希望他鱼路好走 希望大哥 希望以后还可以再听到大哥 有人想办凤飞飞相关的活动 我们县政府愿意在一个协助的立场 来促成这件事情 县政府目前有初步的想法 曾经与凤飞飞多次合作 并举办演唱会的娱乐公司总经理李明志 看到凤飞飞时忍不住落泪 凤姐一直很希望能够将台湾歌要带到台湾最大的舞台 我想如果有这个机会的话 大大一个也很愿意的全力的支持 掌声响起展览活动 要到25日才开始 目前还在施工布置 将展出凤飞飞身前的影音 服装帽子 还有珍贵的照片 早上想起来 我心更明白 你的爱将与我同在 新台人亚非电视 范江富荣吴树芝 台湾桃园参访报导